早安书店 我以为我们在说肯定句 来跟大家介绍资深媒体人 郭红章现在来到节目的现场 红章你早 早安各位听众早 自评早 当然最近武统的话题 天天几乎都可以跃上百面 包括了美国对台军售 我们之前曾经请校委 在节目中跟大家分析 到底重点那些武器的性能是什么 这一次今天的头版头 要告诉我们无人机出来了 对于武统的讯息 大家一直在台湾也有很多的 比如说民调也好 新闻的探讨 这一题多维越开 在怎么样去从哪个角度 来探讨这个话题 其实多维一直会对两岸 尤其是中国的理解 用比较多的力气去挖掘 也就是说过去台湾去分析两岸关系 当然是以台湾的立场去看 这当然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毕竟我是台湾人 中华民国 从我们的意义出发 或从我们的角度出发 那是必须的 但是你的对手 你不清楚的话 那风险更大 所以有时候倒过来 你得站在他的角度去看 两岸关系的问题 当然两岸关系 不是只有两岸关系 周边再往外 其实就是美中台 那你要不要再把周边国家 日本也删进去 那当然例如说 考虑更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 我们的东沙南沙 再来就是南海 那南海这些国家 东盟的国家 或者叫东协的国家 你要不要考虑 那以这样子来看 就说即使中共所谓的武统 是不是已经 就像我们的另外一个 一个篇章写的 都会另外一篇文章写的 习近平按下了这个暂停键 也就是说 似乎你从这个封面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检阅 他们在海上这个 叫做阅兵师的时候 他露出一点点笑容 这张照片找的 不是他最凶的那张 他用的是 有一点点笑容的 但不是完全的笑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也就是说 是他的自信吗 还是说 他不是那么想要 做这件事情 就是发动战争 我就卖个关子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大家要自己的去观点 或是自己的整理去判断 因为毕竟没有人敢说得准 尤其中共现在更加的极权 尤其是五中全会 19首大五中全会之后 他现在把建军一百年 也列为第三个一百年了 前面有提到建党 建政 现在在建军 那建军 当然他那些目标 林林总总就不念了 其实就是说 继续的强兵 继续的 做好战争的准备 那可能就是 就像习近平之前 在阅兵讲的 或者在检约部队的时候 讲的说 要打 要能打 然后还能够打胜 他要的解放军是这样子 那打胜 一定包含了 他的最大奖项地 就是美国 包括前几年 他们很流行的 这个介入的句子 就A2 D2 像这个校尾 可能之前都讲过 但是特别要去讲的 就是说 他会做的 就是先阻止美军 介入台海 再来再来处理台湾 而不是先打台湾 这是我们一般听众 可能要去想清楚的部分 就是说 当然有听众 比较厉害一点的 其实他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们可能 尤其在台湾的听众 可能会有点说 反正现在中共的军机 一直在绕台湾 或者跑到我们的西南空域 就这样 但是这个风险 是不能轻护的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连线 不是 我又想连线 我很喜欢跟你连线 我们邀请到 郭鸿章亲自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 这一期的多个月刊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 广泛的解释 正好你也提到了美中台 那提到美国 当然现在最重要的一个 新闻焦点 就是在美国这种大选的结果 是 我稍微 对 我稍微借用一下 红张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目前我们来看 各州他们 不管是截止投票 或是开放投票 因为时区很大 是很多 那么规定都不一样 佛罗里达州 威斯康辛 还有就是亚利桑那 这些关键州 大选日 当晚之前 送达的邮寄选票 才算有效票 那么北卡 还有宾州 这是允许大选日 以前祭出 而且三天之内 祭达 通通都算 这个密西根 只是只要具有 大选日以前的邮戳 选后14天 都可以算 这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匪夷所思 难怪今天各媒体媒体 上面说 最快结果 今天晚上可以揭晓 是没有人 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今天晚上一定 全部可以揭晓 这没这回事 那所以呢 如果选举没有正义的话 你看选举正义 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大选的结果 很可能啊 最慢就会赢到 两到三周 哇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 我们看到 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看到 这是很具有多 很多的变数的 一场美国选举 那么 当然了 还有就是 如果说这个 选票发生了 这个你要重新验票 一些争议的事件的话 恐怕会拖得更久 那让人不禁想起 当年老布希和高尔 那一场选战一样 当然了 到底现在谁赢谁输 其实很难讲 我还记得上一届 四年前 Hillary她 普选票赢了三百万票 可是她一样输掉了 这场选举 所以大家也在看说 到底川普会不会在 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 能够翻盘 这一场选举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所以 来 洪章我想请教你 目前我们怎么去看待 这场选举 怎么去期待 这场选举的结果 比较好 如果说我们从各媒体 或者说各调查机构 所做的 包括有专门在解析民调的 比如说 他们的各种单位 去做出来的事情 我举一个可能 川普阵营会不高兴的 就是CNN的 他有一个互动的地图 他不是开票结果 这是他的预测 那他的这个 如何达到270张 寻举人票的这条 道路上 拜登起跳是203张 川普起跳是125张而已 因为他这个是跟 先根据说 他原来的各稳定支持 该政党的州 那就是所谓蓝州 就是这个民主党这边 红州就是川普这边 所以他们把这几个州 加起来 现在先是203跟125的比 但是这是地 所以中间剩下210张 他们叫做bottleground 就是必争之地 那你也可以叫做摇摆州 但事实上 这已经超过原来摇摆州的定义 也就是说 在今年这一次的选举 这210张的选举人票 他分别落在 123456789 15个州 这15个州分别掌握了210张 那这210张有大有小 例如说 亚利桑拉州还有11张 更大的德州有38张 那你说他重不重要 佛罗里达州29张 这当然兵家必争 不用只讲 但是他是不是摇摆州 他的选举投票的意向 受到什么影响 那就是综合因素 各州的情况又不一样 例如说阳光带 就比较南边的 阳光比较充足的 这些阳光州 他们一般来讲 对于例如说 假设是农产 或者是生活条件上的东西 他们觉得说没有北部州那么恶劣 例如说五大湖州冬天冷得要命 应该说秋天就冷得要命 所以他可能对于 例如说housing 就是住屋 可能例如说交通 甚至连你的燃料供应 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了解 例如说我涨个石油的价钱 或者说煤油的价钱 因为煤油可能是供暖的 那对阳光带来的人是没感觉 可是对北部州的人是有感觉的 那当然这个是很细道 说每个内政的政策 可是川普跟拜登的 我们叫做他们两个决战点 是这些吗 加税减税可能是一个 但是川普讲的减税 事实上应该说 比较像雨露均战一点 但也不完全是 那他让他做了其他事情去补给 所谓的没有减到税的人 那另外一个 拜登他所谓的加税 事实上他想加的是富人税 可是他不敢讲出来 或者是来不及讲出来 因为他脚在跟川普阵营的 其他的argument里面 其他的争论里面 所以这个减不减税 加不加税 或者要加谁 来不及讲清楚 那辩论的时候也没讲清楚 那只是一直在 就是有点无效防御 那这个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讲 是还是不会产生移动的 就是说要加税这件事情 他就认为说 反正已经被减税了 已经减了两三年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投一个加税的 就直观来讲 他就不会去改变投票意向 了解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也许变数是在 例如说各州的投票的规则 事实上那只是选票认定 那既然说两个阵营没有共识 也就是说那 基本上各州就看各州的影响力 如果是共和党可以影响的州 那共和党本身的规则 你就可能本来就改不了的 因为那个州有州议会 大家不要忘记了 州其实就是个国 他有他的州的法律 就是他的法律 除非是联邦所规范的事情 大家共同遵守 例如说跟国防有关的 或是外交的权利 但事实上对内政来讲 大部分都是州的法律决定 政治界的投票规则也是 有一个话题是过去 我们在探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也是昨天我在节目中 一开始就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就是很多的 就是不管是社群也好 或是媒体也好 大家担心的另外一件 共同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这次选举其实并不平静 选后的结果 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这不说了 但更重要的是 有可能会产生选举结果 大家没有办法认同 而引发的一些暴乱 这个话题是从来 我们在探讨美国 这个民主社会产生领导人的时候 产生总统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连欧洲各国都担心 德国也呼吁说 美国你自己要理性 这时候变得不理性了 你怎么去看待 可能在选后产生 发生的这些个暴动也好 或说是这些选民的不平静 但川普很可能 很可能不会镇压 照媒体的解读来说 可能是如此 应该是说 其实都有可能 并没有断定说一定会暴乱 而是说 不能说绝对不会有暴乱 应该是倒过来讲 也就是说 某些州或某些选区 他就可能就真的有争议 比如说当年的 你提到之前布希跟高尔的 在佛里达州 其实差一点也变到 就是大家要上街头了 因为两方阵营的自治 呼吁自己的支持者 只做控制 有效果 其实这个就是 你候选人自己的责任 也就是说 你现在真的不是一般的候选人 不是一个 例如说小镇的镇长 或是镇的警长 这种小职位的争取 你争取的是国家大位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展现出 你的领导者的风格 尤其是风范 那你就要去做 要求你的支持者去 遵守法律的事情 至少你得遵守法律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 最低的限度而已 尤其是这么讲究自由 个人自由的国家 就回到戴不戴口罩 这件事情好了 或说遵守防疫规定 这件事情好了 川普的支持者 或川普本人 就是受到严厉的批评 因为他们就认为说 那是我的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 讲的深一点 是深植于 他们西方的人权的 深层次的文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人权 天赋人权 上帝给我的 所以连上帝要我死 这件事情 我都不能随便阻止 我不能扮演上帝 医生也不能扮演上帝 所以他们会挑战 包括佛器的各种要求 或是他们的公共卫生的 这个单位所提出的要求 规定 他们认为说 这是违背我的信仰的 更不要讲 这些人是远渡 从他们的祖先 从英国 原来是信了 新教以为有更有自由 结果新教更加的 这个封建极权 国王嘛 英国国王 压迫他们 所以他们才到了 美美食山州来移民 结果没想到又被英国远渡 同样的这些税吏官员 克征这个不合逻辑 甚至过高的 甚至茶叶税都克了 对喝茶来讲 英国人或是英国的移民来讲 喝茶是大事 因为其实基本上 那是对健康有利的事情 结果你克以重税的时候 他就抗争 那更不用讲说 他这种抗争是为了自由 所以这是一个DNA 这是美国人的DNA 当然不要说 每个人都会把这个DNA 这么显性出来 也许就是回到川普 自己也很强调的 这个law and order 法律跟秩序 那他在处理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命 也是命这件事情 引发的冲突跟暴乱的时候 他其实是下重手 但他并不是直接镇压 所谓的运动 其实他这个还是有界限的 你看到各州的警察执法 事实上还有这个界限 当然黑人一直会遭到 警察有刻板印象的执法 才造成的人民死伤 这是确定的 美国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但这也跟黑人族裔过去的 他在社会上的社经地位 有高度的相关 那声音地位也会造成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认为我奋斗可以改变命运 可是可能很多人不认不认为 这个族群里面就充满了这种文化 就跟我们讲说 美国你可能听很多嘻哈 很多rap 他最大发言地是南加州的一个叫 Hampton的地方 Hampton这个小区 讲难听就是一个镇 大部分美国现在很有名的hiphop歌手 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那个镇其实穷得要命 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大工厂 没有大企业 甚至你不要想象就有什么 戏骨那些青壮 不会有 绝对不会有 几十年来都不会有 可是这边的小孩就很会 因为都是包括例如说 有色成种 尤其是非洲裔 他们特别对这种律动跟音乐跟 甚至谈话 把它融合起来的 这个很有天分 那刚好也有上面制作人 可能也是出生这边 或者是从这边过来 来这边找人才 发现有 然后就慢慢培养出来 就变成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行业 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 我不能只待在Hampton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首很明有名的 就是冲出Hampton 甚至拍成电影 就是在讲他们的奋斗历程 那回到刚刚讲 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你难道城市只有也是命吗 Obama都当总统 那你还用说黑人不受重视吗 或者说他有多么不公平 有时候可能也牵涉到 跟自身的投入有关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 邀请到资深媒体人郭鸿章 来到节目当中 请鸿章为我们介绍 这一期的多维月刊 看了杂志之外 我们当然也锁定 最重要的新闻时事 请鸿章为我们来解析 我们看到的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话题 当然这个话题太多太多了 可是一开始你提到 武统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提到所谓的美中台关系 我们剩下这一点时间 我想来请教你 今天晚上假定美国总统 下一届的人选已经出炉了 确定就是谁了 好 对于美中台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哪一个人当选当然影响不同了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 我这几天也刚好在做这方面的 应该说内容 所以跟那几个学者讨论之后 发现说 大家可能会去讲说 川普的印太战略 如果他下台就没了 听起来对 但也不完全对 也就是说印太战略是什么 印太战略并不是川普自己拍脑袋 突然冒出来的东西 事实上他也延续了欧巴马 他提出的重返亚洲 就美国重返亚洲 或者是亚太再平衡 他有要去制衡中共的这件事情 有这个思考在里面 也是延续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任 两个总统 虽然看起来路数不太一样 川普在做印太战略的同时 事实上他例如说跑去跟欧洲讲说 我不需要再派那么多人 驻扎在德国了 我要回来了 伊拉克战争我要结束了 阿富汗驻军我也要结束了 然后甚至跟韩国说 南韩说 这个军费 我们来谈一谈 你要自己要分摊多一点 我要收钱了 也就是说过去可能 不管德国也好 南韩也好都认为说 反正美国要当世界警察 要当老大 他负担得起 派兵来就派兵来 我只要在政治上表态 支持你这件事情 支持你的理念 就好了 我就可以予取予求 动不动就说 我觉得俄罗斯最近对我不好 很紧张 然后叫我情报部门写个报告 然后就发给 发给 比如说以前九眼联盟 后来就五眼联盟 我就透过发给美国 跟美国老大说 不行了 这边吃紧 再弄几架轰炸机来 再弄个一万名官兵来 以前是这样 但是对不起 川普告诉你不是 因为我美国现在 说不好听 他只是没说出来说 我现在做不了这个事情了 我资源有限了 所以我打个岔 就是说今天你刚刚提到 制衡中共的想法 还是会延续下去 但是会换汤 换汤换药 但是可能药名会换 但是因为不管是谁当选 但川普当选 可能力道是一样 但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其实力道会有所不同 有可能 因为他的理念是说 他在辩论会第二场的时候 说出来 虽然他不是在讲国家安全 但是外交政策 但是他国家安全的时候 讲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说 我希望借由盟国的合作力量 一起让中共去遵守国际秩序 那这个在国际关系里面 就是跟原来的古典的 这种现实主义 我去希望大家的力量来制衡 一个可能叫做新崛起的强权 或者是想要挑战唯一霸权的 另外一个新兴的强权 这个东西当然是有脉络的 的确是他们信仰不同 因为川普真的还是算是政治素人 他不从这些国际关系的理论去出发去想 但是他想到说 我先救美国 我美国救得了 但是我看到敌人来了 所以我还是会叫人去挡敌人 所以美军还是负担很重要的任务 但是美军在他的概念是 我先拉回来 我不要再驻扎在欧洲 那个非洲什么什么 这个中亚 我不要了 都回来 回来我再来对付这个主要敌人 所以两个理念有点不同 原来如此 好 此刻时间早晨7点27分30秒了 我们先请红章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呢 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继续来请教红章 乔委会主办的海外华文媒体报导大奖 现在开始报名咯 所以这是专门为海外华文媒体 以及媒体人办理的奖项啊 是啊 乔委会为了鼓励海外华文媒体 撰写有关台湾人 在世界各地的努力与贡献 特别创设了海外华文媒体报导大奖 只要是平面 网络报导或是广播节目 作品从2019年1月1号到2020年10月31日期间 发布在中华民国境外的媒体平台 都可以报名参加 这么厉害 去哪里可以报名啊 记得在11月30日报名截止前 到乔委会的官网线上报名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的奖金太丰富了 总共有六个奖项的优胜得主 可分别获得美金2500元的奖励哦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去准备报名资料啊 你节目还没录完啊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一期的《多我月刊》上面 还有很多重要的文章 特别我提一下深圳的下一部 马云的蚂蚁帝国崛起 游喜参半 正好今天 财经专业报纸上面 投票也告诉我们震撼 全世界的消息 蚂蚁上是惨遭暂缓 哎呀 真知灼见啊 而且你看 马云前面才说 这个没有金融系统这件事情 讲完没多久 对 他就被约谈了 他毕竟是树大招风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共产党的理念 嗯 一切都是党的 好 这个也提醒大家 这个结论真是也提醒大家 我们真的看看这个怎么样去看待这一场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还有就是未来美中台的关系 更重要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强权的对峙 是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红章在节目中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红章 谢谢 谢谢